由恢复梯正部看国军的军务革新 媒体报道,民国113年适逢黄埔百年孝庆,国防部拟恢复陆军官校正部训练,诸葛风云认为这是对国军战力没有帮助,甚至毫无意义的训练,国军训练次长是应该破除这类的门面活动,多花点心思在如何让国军训练与美国、以色列、新加坡等国同部才是正途。 国军的正部源自德意志帝国时期德军的额部,但更为费力,要让手脚变成机器人一般,手部前摆90度,后摆15度,脚部前踢45度,脚尖下压,还要大力往下踏发出声音,所以往往只能踢阅兵台那一段路,就会让人气喘不已。 训练过程非常漫长,需耗费大量时间才能培养默契,达成排面的标期对症,没有个三个月以上的密集练习,容易变成下水脚,反而变成分裂式,甚至脚部大力踏得的动作被医师指出恐有损脑部,所以在未废除前,海军官校及空军官校已先取消。 军校间只有陆官跟政战两校维持每周一次的大会操进行相关训练。 或许有些人会说这只是陆官校庆,又不是推广到全军,但可能大家忽略了,陆官校庆的准备是会影响到学生正常上课,尤其当陆官事办成校良好,是会推广到全军的。 且陆官校庆时,各军校、海、空军官校、国防大学各学院及中正域校,都要各派一个阅兵连前往共襄胜举,以往甚至发声过学生不够,还要加派野战部队参加,333旅,影响到的绝非一所学校而已。 先前陆军推广战鼓队,现在又要踢正部,假如国军除了扫地、整理环境之外,还要多加这项技能,到底对国军战力有什么帮助? 美国西点军校有阅兵分裂,但没有正部,精神战力仍然破表,国军战力到底强不强,我们心中自有答案,正部只适合三军一队等少数单位,影响所及,国防部的政策会影响国军未来的干部及将领,希望不要只会想门面功夫。 军校四年是练铁练钢的阶段,要学的东西非常多,国军的正部已不合时宜,但可以参考美军、英军的slow march进行调整,不仅庄严且较好训练。 但是,千万别再走回头路,否则只会训练出铁一般脑袋的将领,绝非全民之福。 不幸的是,在部长邱国正的支持下,今年6月16日的陆军官校99中年校庆,会有一个连的改良是正部,特地示范增加推枪动作的正部,这也是之前被批评与解放军高度类似的动作,除此之外国防部也动员了退役陆官校友,组成一个阅兵连,要让大家看看学长示范的正部风范。 国防部在陆军的主导下,接二连三推动正部,自枪等不服现代战训潮流的政策后,正面临人员大量流失,招募严重不足的困境,因此本频道将持续关注相关议题,才能让我们的子弟受到良好的训练,才能保卫我们的家园,保卫台湾,同岛一命,奋战到底。